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就分享一个好久不见的Vlog给大家吧 各位端午好 这天是去录央视的端午晚会 今天晚上应该就播出了吧 网购了一个小柜子 可是它送到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堆木板 我没有按照它原本的样子组装 我想的是只要能把它拼在一起 不散架就算是成功了 费了半天劲安装之后 感觉当电视柜又有点小 天气预报说 北京迎来了今年的第二波高温 稍微一动就会爆寒 当朋友在家里过生日 在家门口抓到一个偷网贼 花了一上午帮他布置好了 吹吧吹吧 在电视上看到以前的徒友 现在连发缝都没有了 吓得我立刻往头上倒了半瓶生发液 后来想想算了 不卷了 我要去把头发剪掉 但是在剪头发之前想拍两张照片留下一个纪念 这是我入行以后留头发留的最长的一次 虽然连我妈都很喜欢我的长头发 但其实我自己更喜欢短头发 糟糕用的黑白相纸 照片洗出来只看得见头发了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也只是为了纪念头发 狗子 狗丢了 我在理发店做了整整四个小时 其中两个半小时都是在修护我的发质 其实这一次剪得不太满意 后来我又去别的地方重新修了一下 刚五节要到了 给我妈打一个视频电话 妈妈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哇我们两个今天穿得好像啊 你在干嘛呀 我看你穿的那个 你的脸有点圆锐了 是不是呀 把那个脸 那你干嘛了 我的脸太大了 妈妈 那我去上班了 那就再谈一下嘛 再说一下吧 谈什么 没得谈啊 你不会找话题谈啊 你都是嘛 就是妈妈的那个谈好好吃呀 好吃呀 你弟弟也喜欢吃呀 怎么都被他吃了 我是买给爸爸吃了 那我姐怎么过呀 大家都要回家 那我女儿不能回家 好吧你去工作吧 拜拜妈妈 先烫在心底吗 下班了 下班之后给自己做了一锅汤 因为不想刷碗 所以直接端着锅就开始喝了 喝完汤之后又出了一声汗 真的好热啊 打开窗户吹了吹风 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APP 在这个APP里面 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 可以强行成为你好友的桌面 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打开手机就像开盲盒一样 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桌面 现在变成了一张什么样的照片 有一个消极的说法是 人生原本就是苦痛的 我们遇到的朋友 吃到的美食 收获的爱 都是人生的止痛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